假如厨房装修能出来 老婆的七大一八大骨踩着饭点来家做客 无奈的老公在厨房手上乡乡乱 台面瞬间就买满 只怪厨房操作台面很长 空间浪费多 没有合理利用 一 冰箱不放厨房 底下满满的卫生思想 不如吊柜地柜直接衍生 上面老公煮饭 熬汤 榨汁都很宽敞 不用了 收进柜子也不占台面空间 不做老式直角柜 而是做钻石柜 增加台面空间 下面收纳米面粮油超多超方便 拿取一目了然 关键增加了台面备餐空间 底下地柜不重 拿东西总是翻箱倒柜 而是全座油 分类储物拿取超方便 烟机一吊柜同期 设计两组储物格 增加收纳空间 关上更整洁 缩短吊柜 增加一腿长三柜 必备油盐酱醋全放下 关键释放台面空间 水槽区抬高到900 勤快老公洗菜也不累腰了 腰好身体才好 窗台下落 台面延伸 起菜刷碗更宽敞 二 裤装直通开一伞的厨房 轨道卫生也难清理 而是打扰二四盒墙里面的一半墙屁 安装两伞吊轨推拉门 关上能阻挡烟 打开能隐藏直前后 不要门槛时和小块磁砖 逢多显廉价 而是餐厅大专通铺到厨房裁面关 卫生也好把理 三 餐厅放下餐桌瞬间很拥挤 两边过道空间过人都困难 不如敲掉餐厅的非常重墙 背板做个衫 方便冰箱散热 嵌入双门冰箱 上面做高柜 层放南北干货很方便 端头通铃酒会做味道 收纳七大与八大姑送的明茶明酒 关上门 灰尘 中间用镀芯方管做支架 上面盖上环保的石木板 放上松软的垫子和枕头吃饭都变香了 就算是再调皮的熊孩子 在上面凤凤条条 这个钢架做的加发也能问四个 关键是悬空 老公搞卫生更容易 最后放上长条餐桌椅 老婆进出空间更开阔了 四 老公直接拆掉阳台 空气更流通了 阳台不要过门时和小片瓷砖 而是餐厅瓷砖直接通铺 记得窗帘安装在窗户里 开关方便还节省时间 关键阳台空间也